有别的英雄 那个英雄放在最后选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面上单已经拿过了 可以把位放在最后一个拿 可以把位放在最后一个拿 或者是不拿位 鳄鱼放在最后一个拿也没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小秀 非常简单 我无所就是要一定要拿妖机 打比赛吗 还是先保证赢啊 哇 九筒一个大招炸死了 这个黑莲 卢西安 卢西安 奥巴马 太惨了 正面已无法直视 嗯 这一波打完差不多了 我知道轻易队现在是 颤抖在我的龙翼之下吧 轻易队这样坚持也有好处 就是在残局被揍得越惨 对浪的这个副作用理解越深刻 记住这一个时刻是吧 就打脸要打得疼一点才可以 不投降其实还是好的 嗯 我觉得不投降的习惯蛮好 是的 不问怎么样了 比赛 就是他打到最后 因为对面是W11队嘛 相当于轻易队队来说 他们是属于中老年阵手 所以耗一下对方的体力也好 我原来还有这样的理论说 果然是资深的 就是要把各种方方面的因素想清楚了 选择继续坚持战斗 我们知道一般能想这种点子来的 一般就是干过这种事情的 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肯定干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比如说17岁18岁的时候 在参加某个比赛的时候 消耗掉了就是年龄比较长的 比如说20 30岁的这些年长的选手的体力 我17 8岁的时候 那时候渐进的游戏刚刚开始玩 好吗 哪有这么年长的 哈哈哈